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班志鸿 今天的盘不知道你睡着了没 大家说今天盘表现的没有很好 特别中小辛苦 今天大盘的量也不太多 记不记得海豚上礼拜期有提到 半导体设备可能稍微留意一下这礼拜 因为有展览 海豚就会想说 要留意一下利多出镜的问题 本来想说好歹也撑到个礼拜二 礼拜三 甚至礼拜四 甚至说接近礼拜五我们再来利多出镜 没想到今天设备股整个表现状况就不太好 就不太好 所以是不是有这种利多出镜的味道 像这红素也回撤月线 那星云还回到季线 万春先放出来开高走低 群域今天也是比较弱 整排都弱弱的 那当然海豚之前有大升过的 星期五才大升过的6706的惠特 今天也是爆量 那海豚常常讲 爆量首先要干嘛 你不出镜也要减码 所以海豚就按照SOP 我们今天就减码 就是加码单 我们买位置没有到很好 大概129 是130 今天大概出133 所以还是有赚 不过我们基本单还好 我们在100块附近 所以我们这个获利空间还是有 所以只是可惜说 本来今天最高有50% 现在瞬间少掉10几%去了 不过也没关系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今天整体设备股的确表现比较差 不过你说到完全烂掉吗 又不至于 我们就看接下来几天 那反正海豚的防塑点就撕在那边 那真的破线的话 我们就全部出去出 我们就把剩下的部位把它赚起来就好 就是比较可惜没有延伸出去 白想说会不会再来一个一根两根三根出去 那没关系 这个既然攻击失败 我们也按照我们SOP 我们就把钱赚起来这样就好了 虽然说少赚啦 比较可惜啦 那当然其他的持股呢 大概今天就随着盘势甩来甩去 这样子 我们就来继续观察了 好那再来我们就先看来看一下指数啦 因为今天贵买 表现现在比较弱是跌了0.74% 而且是创高之后拉回 那创高拉回呢 今天其实也没有说到出量 所以说今天像算出货盘嘛 其实也不算 就是感觉就是涨多之后开始有个股在修正啦 然后呢加运指数呢还是一样在区间内 找盘算是涨了100多点 用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他们去带动 不过呢整体看起来 整体看起来就也是在正当区间啦 整体来看也是在正当区间啦 有没有特别不好也没有特别好 所以整体指数看起来就比较无聊 这样基本上美股修饰 美股修饰就更无聊嘛 那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表现状况 那原则上呢因为这礼拜事情就变多了 这事情变多是指说要公布的经济数据变多了 明天呢有ISM的这个制造业数据 然后呢还有这个JOTOX的止缺数 然后新一四有服务业PMI跟ATP数据 那最重要就是星期五的飞龙救援数据 因为目前呢整个市场在看总金 现在已经不看通膨了嘛 因为上海拜的PCE数据出来市场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那现在呢联主会告诉你 我们就看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就业数据 那所以现在就业数据对市场的波动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就本周就来看看这个就业数据 对盘面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也是可以跟大家去做个提醒 就是因为目前的多空投加速 来到了一个算是接近过热 但是没过热的位置 然后呢今天在多空投加速出现一个收链 短线的多空投加速出现一个收链 那当然说因为减只有一天而已 如果说连续出现这个状况就代表什么 整个结构轮动是在转弱的 那结构轮动在转弱的过程中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过度去做追高的动作 因为在结构转弱状况下 追高的动能完全比较不足 那各股的连续性会相对比较差 比较容易出现今天大涨 明天可能就会吐比较多 那如果说你今天看到红K想要减 你明天黑K再来减 其实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盘稍微结构有一点转弱 大概要最高稍微留意风险 那长跌动头加速也是收链 不过目前是多空投加速是同步的往上走 那只是空投加速上升的比较多 那整体还是维持在多方 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那当然如果说假设中角型股 真的后面持续的轮动走弱的话 那此处要不跌就只能用金融股 像今天就金融在撑 或是用一些全职股去撑 那其实海澄今天在索码里面也讲 就是不管接下来是走大盘要过季线 转强 过季线转强要用谁 一定是台积电鸿海 广达这种全职股 那这种资金他们吸走之后 中小型股可能会 现在来说比较软一点点 未必是跌 可能就是震荡 不涨 这样子 那假设如果飞龙数据出来 相关也不好的话 那可能是全职股跌 那中小刚好因为也接近过得 刚好也差不多要休息的话 那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接下来这一周 中小型股可能稍微相对留意一下 假设真的有不好的状况的话 那当然我还是要讲 这边你要去打第二只脚 几率不高 除非说飞龙数据完之后 连准会告诉你说 或是什么那个 传声筒 那个 NIC NIC 跟你讲说 这可能要降息两码 那才会比较大的风险 不然的话 单纯的飞龙国不好导致市场修正的话 其实应该也要继续站在多方 大概就是这样 以上就这样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今天分享大概就简单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就留言给我 欢迎留言在留言区 那一样喜欢和分享记得 带你生活圈 赶快追起来 粉丝专业 刚好把它去按追踪 如果想成为海豚的学员的话 记得去扫免费的服务表单 那来成为海豚的学员 我们来一起赚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拜拜 有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雇111 尽管投雇新字第015号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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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